大家好,我是杨云,今天到柴市场来找点口羊茶,看要有什么好的红茶口羊茶,这个是沾浆红茶,这款是没有牙筒的,都是叶子 这几位老板都在选货,对比哪家的货更好些,这款的话是高山红茶,高山红茶,我们的山姜红茶,山姜春,红茶在我们山姜是主打的, 山姜红茶是比较受欢迎的,因为人家来拿后进后全部都是这个山姜红茶,现在我就是想找一批价格便宜又好喝的一款山姜红茶来做口羊茶,现在在这个产业市场这里看一下,这款也是没有牙筒的,看着这个茶的表面非常的好, 不错,就是不知道尝起来口感怎么样,看着这个就挺漂亮的,今天拿到市场的红茶绿茶都有,红茶比较多,绿茶少了点,看看这家的这个,这个山姜红茶不错,牙头非常的多,这个牙头非常的多, 还有牙中牙,这个是,胡耳椰椰子也是有,这个也是牙的,这位老板卖的都是牙的牙, 像我们这边财势场早上都是4点半就开始到财势场来了 然后到早上的8点钟就都没什么人了 所以我们都是在凌晨交易的 我今天打算拿个50斤左右这样整回去 拿来当做一款口凉茶 所以就是回馈我的那些老顾客们便宜的卖给他们 现在这几个老板在看这个糖茶 我要赶紧找几款好的茶叶 拿来当做口凉茶 你看看这家的红茶 这些都是春茶的春茶的存货 牙头特别多也是非常漂亮的 这些都是半成品拿回去的话 我自己还要拿去加工 然后塞掉这些茶木等等 看着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价格怎样 等会问问老板天 这个还是不错的这家的红茶 老板不知道去哪 等会回来问一下他 这些就是我刚刚拿下的红茶 这些就是我刚刚拿下的红茶 整整三大袋 等会拖回工厂 重新加工一下 慢慢回馈老顾客 现在天都亮了 差不多我回去了 再见了朋友们